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给大家讲年画欣赏 上一集我们讲了门神画的欣赏 年画包括门神画 但不仅仅有门神画 还有其他的 贴在墙壁上的 贴在灯笼上的 贴在窗户上的 其他的年画 年画和我们过去所欣赏的文人画 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年画呢 多寓意 我们来看看这些画 我们首先看第一幅画 功名富贵 是有一个功迹吗 告诉我这幅画 表现的是什么 这幅画应该有富贵吉祥的意思 富贵吉祥的意思 为什么要有富贵吉祥 这个背后的像是牡丹花 对 有个牡丹 富贵的意思 然后 功迹什么意思 谐音吉祥吧 带一个吉字 您刚才说这个功名吉祥 这个功是不是有谐音 还有名是功名利禄的意思 功迹在名叫 所以功名吉祥 农民没有转花转那么多的 它是直率 下面我们再看 流开白子 什么意思 我从字面上理解 流开是石榴花 石榴都开了吗 对 白子我看到很多 非常多 对对对 流开白子 他们骑这个什么东西呢 麒麟 对 是麒麟 为什么骑是麒麟呢 因为麒麟是个瑞兽 麒麟只是草 不杀生 所以麒麟送白子 那么这个在童子里边 其中有一个童子呢 他身上带着几样东西 一个带着三个吉 吉是一个武器 方天画吉 这个武器三个吉 还有一个带着呢 一个庆 庆是个乐器 是把这个东西庆挂起来 可以当当当当这么往上敲的 是个打击这个乐器 那么为什么这个画里边 这个表现了 拿着三个吉 一个庆 什么意思 是吉庆的意思 吉庆 说得很好 是吉庆的意思 那么就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骑着一个麒麟 骑着个瑞兽麒麟 然后又带着许多的吉祥 带着许多吉庆的东西 来 宋子来了 下边花开富贵 多么吉强 这个画 热烈红火 牡丹什么意思 富贵 所以叫花开富贵 下边我们再看 福寿三多 大家看那里边有许多东西 特别注意有三个东西 一个注意 有佛手 看到了吗 有佛手 有桃子 还有什么 石榴 什么意思 福多 福多 佛手就是福寿 所以福多 寿多 子多 山多 下边看 和和尔仙 和尔仙拿着什么东西 什么花 和花 还有一个叫拿着什么 牡丹 神和着什么意思 它的寓意是什么 富贵严年 还有是 还可以做什么意思 也是连生富贵 和花呢 连生的意思 大家再看金玉满堂 我告诉你了 它叫金玉满堂 那为什么叫金玉满堂 有一个池塘 池塘里边有金玉 所以叫金玉满堂 因为金玉呢 它寓意是金玉 金玉 池塘呢 叫堂 所以金玉满堂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年画 要了解它的寓意 那么年画 它的最根本的特征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要营造这种极庆祥和的 这种氛围 靠什么营造 靠这种寓意 来营造这种极庆祥和的 这种氛围 我觉得这是年画 最本质的特征 那么年画 怎么会营造了 这种极庆祥和的 这种氛围呢 第一条 年画反映了过年的过程 过年不是一天 过年是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幅画 叫同乐新年 同乐新年拥有八幅画 就像连环画一样的 来表现了 这个过年的整个过程 我们看中国画 如果像连环画 大家看的方式 一定是从右至左 从上而下 这样的八幅画 先是从右边看 后是从左边看 先看上边 后看下边 应该这样吧 第一幅画 风调雨顺 画中有一个老者 在敬拜天地三纪 来保佑风调雨顺 保佑五五风筝 第二幅画 迟造我 每年 蜡月二十三祭造 所谓过年 就是从祭造开始的 从蜡月二十三开始 那么 赵王爷呢 在祭造这一天 就上天了 那么全家人 应该很恭敬地送行 那么 到了年三十 除夕这一天 赵王爷从天上下来 第三幅画 国泰民安 这幅画表现是 正月初二的时候 迎接财神回来的 这些情景 第四幅画 年夜饭 因为在年夜饭的时候 充分地表现了 富足 一家人在吃饭 在喝酒 小孩在放炮 非常高兴的 第五幅画 敬祖先 一对夫妇在过年的时候 在很虔诚地 在敬祖的这个情景 第六幅画 花炮连天 因为在吃年夜饭的时候 会放炮的 这时候儿童在 年夜饭以后 很欢快地在放炮 第七幅画 胸有地公 这表现了 在过年的时候 哥哥和弟弟 应该同和新年 相敬相爱 和和美美 第八幅画 夫妇拜洁 就过年以后 妇女要回娘家了 要探望自己的父母了 父母并且拜年 所以第七八幅画 都表现的是 和睦 团圆的意思 那么整个八幅画呢 表现了这个过年的过程 门神门神 骑鸿马 贴在门上 守住家 门神门神 扛大刀 大鬼小鬼 进不来 这是歌剧 白猫女中 喜儿与杨白牢的一段唱词 门神画 是最典型的一种年画 过年为什么一定要贴门神 画中骑鸿马 扛大刀的门神又是谁 请听杨琪教授 为您细说 中国年画 这个过年呢 从什么地方开始 应该说 是从祭造这一天开始 首先我们看 赐福 生财造 过年从祭造开始 古代人认为 一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做饭的造 造 有一个神在管着 叫造王 造王在管着这个造 每年纳月二十三 这一天 造王爷要上天 上天去汇报 这一家的善恶状况 所以这一天呢 大家要恭送造王生天 在送造王生天的时候呢 一般要吃这个关东糖 关东糖呢 很年 为什么要吃关东糖呢 哪位能说说 把造王爷的嘴给封住 以免造王爷到天上 随便乱说啊 说这家做了什么什么坏事 然后到除夕他再回来 然后呢 一般要贴上个对联 上天言好事 到天上你要多说这家的好话 回宫讲吉祥 你除夕的时候回来 要给我们带来吉祥 那么我们看 这个赐福生财造王呢 这幅画表现得非常的复杂 在祭造的时候 比较豪华的一幅画 它分了上中下三段 上段是赐福财神 两旁有童子展开了这个卷轴 中层是赐福财神 中层是赐王的夫妇和赐祖 下层是宅神 两边有文官 有武将 有马夫 有赐祖 等等等等 全途一共有二十三人 非常的饱满 有祥和喜庆的这个意思 让我们再看看 曾喜造王 这个曾喜造王 这个造王呢 就跟刚才那个造王有些区别 因为刚才那个造王 非常非常的豪华 这次造王要简单得多了 我估计一般的家庭 贴这样一个造王 这个造王明确的 在两边有幅对联 上天言好事 回宫讲吉祥 就这么一幅对联 明确造王要干什么 上天要多说这家的好话 回来给我们家带来的吉祥 下边有两个武将 一个赤鞭 一个赤简 他们二位是谁 是秦琼和玉池公 秦琼和玉池公说得很好 是秦琼和玉池公 他们二位是一个拿鞭 一个拿简的 是门神 是吧 但是在他的前面呢 有一个赐祖 手里边拿着两个罐子 那么这两个罐子 一个罐子就是善罐 一个罐子是恶罐 那么记录这一家的善恶行为 那么下面 过了吉祥以后 就到了过年的高潮 过年的高潮 就出席 我们看看过去年 那么过去年 首先要贴春联了 大家看 像是有对联吗 一夜年双岁 五更分二年 有五更天的时候 是很敬年 在新年 一夜连双岁 这一夜里头 我是去年是几岁 今年是几岁 这一夜我有两岁 是吧 在这个过新年的时候 大家看 在这幅画上 还有些什么活动 小孩都在放鞭炮 小孩放鞭炮 说得很好 然后那两夫妻俩 好像在坐鱼吧 有一个事想问问大家 大家看 这家是不是有一个大门 对 大门外边 是个什么东西 在那干什么呢 猜什么 说得很好 那个是个虚拟人物 是财神 财神来了 到了大门口了 多么吉祥 这一家子 他过年的尾声 是元宵节 之所以是元宵节呢 就在元宵这一天 正月十五这一天 第一 家家要吃元宵 第二 家家点灯 又叫灯节 正月十五 又叫做灯节 和元宵节 是吧 那么前面有五个小孩 五个小孩呢 其中有一个儿童呢 再点了一个灯 这个灯叫熬头灯 它有个寓意 那么这个寓意呢 就独占熬头的意思 我们再看 庆赏元宵 那么大家看看 这个庆赏元宵 都有些什么活动 画面上有这个唱戏的 还有这个说书的 然后那个里边的这个儿童呢 都点着花灯 敲锣打鼓 非常喜庆的这种感觉 非常非常的热闹 在我们过去的小说里边 曾经描写正月十五 关花灯的时候 人山人海是何等的热闹 是吧 那么下面这幅画呢 就二月二龙台头 按说二月二龙台头 已经不属于春节的范畴 但是在春节的时候 有往往挂这幅画 所以才照样能够营造 一个祥和极庆的一个氛围 那么二月二龙台头呢 是表示这一天开始春宫了 这一天春宫呢 不是一般老百姓春宫 皇帝春宫当然不用到地里边 真正去耕种 它是象征性的 那么如果在北京的皇帝 在这一天要干什么呢 到仙龙潭去耕地 皇帝扶着梨 一个牛在前面拉着 后边在耕地 在后边还有个人举着散盖 是吧 那么皇后有一个人坐着车 一个太监推着皇后 正在往梨地这地方走 文武百官公英两策 在这幅画上还写了一首诗 诗这样写着 二月二龙台头 万岁黄爷使金牛 九卿四象 头前走 八大朝春在后头 郑公娘娘来送饭 保佑黎民 热热闹闹的 一个龙台头的一个产品 是吧 年画不仅仅反映了过年的过程 年画还营造了一个 极庆祥和的氛围 因为年画它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和愿望 那么一个农民 他在想什么东西呢 他想生活富足 他想 无苦丰登 他想家庭和睦 他想风调雨顺 他想生意兴隆 他想人际和睦 他想天涯太平 他想无灾无难 他想老人福寿 他想多子多孙 他想出入平安 他想诸事顺遂 他想日进斗金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 在年画里头都能满足农民的这些样子 那么现在我们看 敌物 鸡鸣富贵 这里又是一个公鸡 但这个公鸡呢 跟别的不一样 这个公鸡呢 表现公鸡有五德 哪五德 文 武 勇 人 信 有五德 为什么公鸡是文 因为公鸡有关 带关的时候表示文 为什么是五 因为公鸡在脚上有纸 那是用来战斗的 所以公鸡代表文 为什么说 公鸡代表勇 因为公鸡看着 有一个敌人在前面 会勇于战斗 所以表现勇 为什么公鸡表现人 因为公鸡发现了一个可吃的东西 往往会叫同伴来一块吃 为什么公鸡表现信 为什么 早晨一到五点的时候 就是就叫 你说的太对了 他到时候他有名叫 所以公鸡表现信 所以公鸡就有崇高的品德 文 武 勇 人 信 有五德 那么在这幅画里还有牡丹 牡丹的象征着富贵 象征着子子孙孙 都富贵 下一幅 新年极青 我们看这幅画 非常的饱满 内容非常的复杂 我们首先看天上 左边五路财神来了 这五路财神是由赵公鸡率领着 其余的四个财神 这四个财神的名字 一个叫赵宝 一个叫纳贞 一个叫招财 一个叫利氏 赵公鸡率领的四个财神来了 一共叫五路财神 右边是和和二仙 和和二仙送来了是吉利 中间是刘海 民间有个俗话 叫刘海细金蝉 步步掉金钱 刘海正在向人间撒金钱 天上 那么我们再看地上 这一家人呢 有一个老子在神龛面前 在焚香做衣 顶里膜拜 一家人有敬祖的 有烧香的 有点灯的 有贴对联的 有贴窗花的 等等 都预示着这家的吉祥 喜庆 下一幅画 连年有名 这个在这幅画里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是个什么东西 是很多的 他给我印象最深刻 是一个老头 拿着个鱼竿 从陆地上钓了一条大鱼上来 你知不知道 这陆地都钓不上鱼来 但没有关系 就要从陆地上来 尤其值得你哈哈大笑 就是这么急性 咱们陆地上也能上来鱼 多好啊 门神门神 骑鸿马 贴在门上 守住家 门神门神 扛大刀 大鬼小鬼进不来 这是歌剧 白猫女中 喜儿与杨白牢的一段唱词 门神画 是最典型的一种年画 过年为什么一定要贴门神 画中骑鸿马 扛大刀的门神又是谁 请听杨奇教授 为您细说中国年画 我们传统上 就是这样来表现 用公鸡 来表现大吉大利 用牡丹来表现富贵 是吧 用这个荷画表现连年 是吧 那个鱼来表现有鱼 是吧 一直就这么表现下去 都是很好很好 我们传承 一代一代 就是我们传承下来 外国人来了 他把外国的东西带来了 外国人呢 他就是 有赛马 是吧 也有斗鸡 所以呢 我们的年画也逐渐 也反映这方面的东西 叫西洋斗鸡 我们来看看这幅画 本来在中国的年画 就都并不表现斗鸡 谁能讲一讲这幅画 就是我看 那个画面上面 有那个莲花 有莲花说的好 然后还有那个蝴蝶 有蝴蝶说的好 应该是象征那个富贵 吉利吧 因为都在斗鸡嘛 也可能吧 但是中国的年画里头 本来没有斗鸡 是西方西洋人到了中国 他们斗鸡 所以这样我们也反映了 这个斗鸡的场面 那个在公鸡后边 有一只母鸡 看到了吧 母鸡在吃一个虫子 表示有除碎的意思 下一幅画 春招才子 福禄寿星 大家看有三个人吧 是吧 哪个是福 哪个是寿 哪个是禄 那个抱着孩子的 应该是福吧 对 然后那个年纪大一点的 应该是寿 寿对 然后那个做官的就代表的是鹿 鹿 福禄寿 那位给我解释解释 那个孩子旁边有个小狮子 什么意思 就是寓意那小孩像狮子一样生龙活虎 尊师的意思 尊敬老师 是吧 中国的传统呢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所以这样一个观念 也就反映到了年画中去 那么年画中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怎么反映呢 怎么叫人明白呢 想来想去画个小狮子吧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下面呢 有一幅画叫十美图 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他们在放风筝 是吧 一种非常祥和的 即兴的这样的气氛 明明有十二个人 为什么叫十美图 表明这些美人们是十全十美 并不是数字 你们看这些人都在放风筝吗 有几个没有放的 两个 那两个为什么不放 因为十二个人里头 有两个是丫鬟 两个是丫鬟 从什么地方看出 他们是丫鬟呢 从服饰上 还有什么地方能看出来 头发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两个是丫鬟 所以呢 实际上表现的呢 是十个小姐 所以这个画叫十美 下面 再看一幅 攀陶大会 是吧 这个王牧娘娘呢 她种的这个桃子呢 三千年一收 是吧 所以呢 等收获这个桃子的时候 到了三月三号 王牧娘娘生日的时候 举行攀陶大会 大家看 是谁来献桃子呢 还有谁来参加这个攀陶大会呢 张国老啊 献桃子的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人嘛 是猴子 献桃子是只猴子 猴子来献桃子 是吧 但是呢 还有呢 就是 仙鹿 仙鹤 等等 他们都来参加这个攀陶大会 那么过年呢 就是这么多吉祥的事情了 是吧 吉庆祥和的事情发生了 在过年的时候 人们还有一种希望 希望有一些幽默滑稽的事情 这个事情产生 那么尤其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快味 那么在幽默滑稽的事情里头 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画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老鼠取亲 这幅画叫老鼠本性强 北方的民俗呢 到了正月二十五这一天 叫田仓节 这一天老鼠取亲 老鼠是吹吹打打的 有很好的一个鱼章队 而且前边呢 这个举着伞 举着扇 是吧 后边呢 又四台大轿 这个新郎在前面又骑着马 这个新娘子呢 又坐在轿里 轿后面 是很有风趣的 我很喜欢这幅画 因为老鼠给人的印象呢 总是不大好 这表现很活泼 很喜庆 所以到了这个 这个生活中有的丑的东西 到了过年的时候 也会变成美的东西 让人民 让人民加以欣赏 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个故事 叫老鼠嫁女 就是老鼠有个女儿 想把女儿嫁给一个最有势力的丈夫 于是他们就商量 就把女儿嫁给太阳 太阳说我不行 吴云比我更有势力 于是他们找吴云去 吴云说我不行 风比我更有势力 于是他们就去找风去 风说我不行 因为墙比我更有势力 于是他们去找墙去 墙说我不行 因为老鼠比我更有势力 那么这两口一商量 老鼠是不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东西 不是 谁比老鼠更有势力 猫啊 于是这两口 于是就去找猫去了 我把女儿嫁给你吧 猫说不错 那你们就把女儿抬过来吧 就到了正月二十五这一天夜里边 老鼠吹吹打打的就把女儿给送到这 送到这以后 刚一瞎叫就被猫给吃了 这个故事呢 当然滑稽可笑 但是也告诉人们 不要攀附势力 攀附势力必然没有好的后果 这件事呢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那么除了这个老鼠 这个曲心这个故事 非常滑稽可笑 那么下面我们看猴戏 大家请看猴戏 在北方农村过年的时候呢 要耍猴 不知道在座的诸位 你们在过年的时候 看见过 是不是曾经看见过耍猴的呢 要戴上帽子 要穿上一个细衣 那猴自己会穿的 那么其中呢 也可以唱戏 那现在呢 我们看这个猴戏当中呢 有一根绳子是吧 在绳子上站着三个猴子 这三个猴子正在唱一出戏 这一出戏就叫做西香戏 这个当然有趣了 还有个更有趣的东西 叫三猴烫猪 大家看三个猴子呢 跟一个猪在那玩牌 所以这个猪在干什么呢 猪在打琴琴 哦 猪在打琴琴琴 猪跟这个女的呢 在嘻嘻哈哈 正在谈情说爱 三个猴子在干什么 看见那个 有两个猴子 脚上夹着牌 好像在换牌吧 对 说得很好 趁着那个猪嘛 这个谈情说爱 是吧 然后这三个猴子呢 就在这儿捣鬼把戏了 不单他们传递消息 而且要互相换牌 是吧 互相换牌 准备宰这个猪 是吧 这个猪是傻乎咚咚咚的 不知道 是吧 那么猴子的戏 还有群猴抢桃 一个卖桃子的一个老头 推了个车子 推着车子 车上都放了一些桃子 是吧 那么猴子在干什么 那个画面上有很多猴子 对 来分享这个桃子吃 卖桃子的人呢 对 什么卖的 就去抓猴子 就去抓猴子 对对 当这个卖桃的人 要去抓这只猴子的时候 别的猴子 就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 是吧 就来更加肆无忌惮地来抢刀 但是非常有趣 是吧 过年的时候 语众非常轻松的 用愉快的 用气氛 是吧 门神门神骑鸿马 贴在门上 守住家 门神门神扛大刀 大鬼小鬼进不来 这是歌剧白猫女中 喜儿与杨白牢的一段唱词 门神画是最典型的一种年画 过年为什么一定要贴门神 画中骑鸿马 扛大刀的门神又是谁 请听杨琪教授 为您细说中国年画 那这样呢 年画就表现了 有诙谐有趣的一些故事 是吧 那么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听听看看 这样诙谐有趣的故事 也给人们增加了一些 祥和喜庆的这样种气氛 但是年画最重要的是 表现了农民的理想和愿望 那么我们看 年画表现农民的理想和愿望 都一些什么 猫蝶富贵 这幅画留言 有猫 有蝴蝶 有牡丹 大家你们告诉我 这幅画 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猫蝶是不是就取的是 猫蝶 就是指的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大家记住了 在年画当中 经常出现猫和蝴蝶 猫和蝴蝶出现一定是指猫蝶 八九十岁的老人 那八九十岁老人在旁边再有个牡丹 猫蝶富贵 猫蝶富贵 老人可能都是富贵的 我那看天仙宋子 天仙骑着一个采缝 双手托着一个儿童 这个儿童呢 一只手捧着一个声 一个乐器 声 另外一个手里边拿着桂花 什么意思 是生柜子的意思 说得好 比如说 麒麟宋子 骑这个仁义之寿 是吧 麒麟 托了一些童子 是吧 给大家带来了吉祥 白子富贵 一个石榴 石榴上有一个童子 是吧 那么童子上呢 有一个柜子 在柜子上面呢 就冒出了一朵祥云 在祥云上面呢 又有个太师 这寓意呢 富贵高升的意思 农民呢 他除了喜欢吉祥 喜欢多子 喜欢富贵 还有一条 农民也关心国家大使 因为在清朝末年 我们受外国人的欺负 那农民呢 也希望天下太平 也希望国家独立 留军克服宣戴 大获全胜途 表现的是1883年的时候 当时法国军队入侵越南 那么并且继续向广西边境飞进 这时候当时的黑旗军 黑旗军领袖游泳服 率着黑旗军 把法国军队打得大败 这个年画呢 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不断地更新它的内容 那就千百年来呢 我们总是日进斗金啊 发财置物啊 人才典旺啊 总是这样一些内容 这个年画 但是 好像随时清朝末年 资本主义的入行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年画 我们看这幅年画 那么这幅年画的名字 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这幅画的名字叫什么 先右后左 先下后上 积累资金 对积累资金 积累资金 显然这都带有一种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含义 是吧 这和过去日进斗金 那个东西 它到底有些 有含义上的区别 是吧 我们看年画呢 在逐渐逐渐地来反映 在外国势力 侵入我国的时候 在我国社会 所发生一些悄悄的一些变化 是吧 也都在年画中有反映 那么年画除了 表现这样的内容之外 年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戏剧努力 在年画过年的时候 一个村子里边 很重要的一件事 唱大戏 那么有些村子里 唱不起大戏 那么他就到别的村子里 去看戏 无论村子里是否有戏 他希望在年画里边 去营造这个唱大戏的氛围 所以年画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表现戏曲的内容 比如说当时制作年画的人 特别叫一些绘画画的人 到戏园子里边去看人家怎么唱戏 那么看到精彩的时候 就把他画下来 画下来以后 就制作成年画 然后再卖出去 我们来看看 考一考大家的戏剧知识 第一部话 马跳禅戏 那个地方看着跟那个房顶似的 是吧 那个瓦子 那不是房顶 是吧 那下边是水 那么马跳禅戏呢 是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三国演义上的一个故事 这个刘备呢 他当时玉兴霸业 但是开始的时候 刘备地位非常惨 他没地方去 于是就到了荆州 当刘备走了的时候 这个他的妻子的弟弟 叫蔡茂 准备在刘备 这个大雁群臣的时候 杀掉刘备 那么这个消息就被知道了 刘备就骑着马就跑了 那骑着马就跑了以后 后边蔡茂就追 追着追着 刘备就追到了一个河的旁边 刘备就在马背上 就喊了一声 迪卢迪卢 今日误我 这个迪卢 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这条河有三丈 一下子就越过了 刘备就跑了 那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看一个 一个更著名的一个故事 叫三叉口 三个人就在黑暗中打斗起来 这个戏非常好看 因为戏是在一个明亮的灯光之下 但是我们看三个人的动作 这动作都表现 是在一个 是个漆黑的夜里的动作 那我们好像感觉到这是个业力的动作 一个交战 一个是刘立华 一个是任常会 三个人 在这黑暗里都打斗起来 因为谁都要保护交战 谁都不知道谁是怎么回事 就是打来打去 打了半天 天亮了 大家知道咱们都是一伙的 就是三个人 就一块走上了另外一条道 下面我们再看这幅画 是挂印封金 是三国寿关云长的故事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那个手里拿着青红艳月刀的 是关云长 骑着吃土马 那前面有个车 车上坐的是谁 车上坐的是刘备的夫人 甘夫人 甘夫人 背后还有马桶 我们看她的背景画得很漂亮 有这个青砖的门楼 有这个粉壁 有这个远山进水 环境很清幽的这样一个场面 因为关云长呢 被称为忠义千秋 所以农民呢 就是敬重关云长的忠义千秋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希望贴着她一张眼花 但是农民呢 另外一方面 在敬重忠义千秋的同时 也表现这种 对邪恶的一种憎恶 那么表现对邪恶的憎恶 也有一种出戏 叫做割须气袍 割须气袍是曹操的故事 因为曹操呢 在戏里边是个奸臣 当时曹操呢 就用了个阴谋诡计 就把这个马腾 就叫到京师里边来 杀了马腾 马超就来复仇 就给曹操决战 曹操战败了 那么曹操战败 曹操就跑 这个马超就追 追的时候呢 当时就说 那个曹操呢 有一个大胡子 大胡子 那个马超就说 曹操是有大胡子的 照着大胡子就追 这曹操一看追大胡子 就赶快把胡子 给割掉了 他又穿着一个大袍子 那么马超就说 穿着个袍子就是曹操 那么曹操就赶快 把袍子给脱了 然后呢 用令旗包着头 狼狈逃窜 这个是表现了农民对邪恶的 我们看花园采花 花园采花呢 所表现的是西乡记的故事 张生叫张君锐 在西山呢 在游山西普九寺的时候呢 这个遇到了这个崔相国的夫人 携带着他的女儿婴影 这里边有婴影吗 穿绿衣服的 那个婴影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上面写的是那个婴雄的婴 婴雄的婴 它写对了吗 应该是草字头的 崔婴影 不是婴雄的婴 崔婴影是那个婴 是婴儿艳舞的那个婴 是吧 还没有写对 为什么都没有写对呢 因为 这就是民间的年化 它创作的文化水平都不太高 所以会写错 下面 我们看稻仙草 稻仙草是白蛇传的故事 有人能讲讲白蛇传吗 白娘子是被许仙救一命以后 化妆成人来报恩 人间报恩和许仙就结为夫妻 那个 发海 发海 然后那个给他喝了熊黄酒 给他喝了熊黄酒 许仙被吓得昏死过去 然后白娘子呢 就去盗这个仙的灵芝 与这个神童 砸斗的这个画面 最后这个白娘子 盗得这个仙灵芝 叫他向领芝 把许仙就救活了 救活了 就这样一个故事 说明农民呢 对于这种忠贞爱情的这个喜爱 我们再看 银坑洞七情梦获 这是表现的是 中国亮七情梦获的故事 下一个 孙悟空大闹天宫 这个 大家都熟悉 孙悟空 这个 打上天庭 是吧 大闹天宫 当时一些 一些打斗的 一些非常 非常好看的一个场面 非常著名的 这些年画 比如说 赵云 结江 多阿斗 空城记 京中报国 等等等等 表现的是 农民 除宝安良 千秋中益 那样的一些故事 这实际上 也是农民的理想的一部分 最后 我们看 想看一看 新时代的年画 年画 也是与时俱进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 那么 到了新时代 新时代 有新时代的年画 那么 在新时代的年画 又有什么特点 第一条 旧题材里边 有了新的意义 我们看 金玉满堂 这叫金玉满堂 在过去我们看 这个 一个池塘里边 都有许多的 许多金鱼 叫金玉满堂 是吧 那么 现在呢 就还了它本来的意义 它金鱼就金鱼 金鱼也很漂亮 也很好看 都在池塘里边 没有那样的意义 比如说 猫蝶同春 过去 有猫 有蝴蝶 是那样的意思 猫蝶的意思 但现在并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猫和蝴蝶 本身这就非常漂亮 这个画面 你方说 丰收硕火 献给党 下边 人寿年峰奔寺画 在这幅画里又出现的 有什么东西 在传统的年画里有 那么在这幅画里 又出现的这个题材 这幅画里边 它的含义 跟过去这些题材的含义 有没有区别 如果有区别 在哪里 我感觉这幅画 好像这个童子 骑着鱼抱着 逃在宇宙飞的感觉 这幅画没有旁的 就是童子 跟着抱着这些东西 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干什么 笨词画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年画 就有了新的含义 所以在旧的年画的题材当中 孕育了新的含义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新年画当中 还有些新的题材 还有些新的主题 比如说 我们也开拖拉机 这旧年画不可能有的 不可能有拖拉机 那么现在 有真拖拉机在那地方 一些小孩呢 我们也开拖拉机 这小孩们 农民们 他有一个新的思想感情 这是过去 传统所不能有的东西 毛主席万岁 这也是旧的年画 所不能有的东西 一个小孩剪了一个纸 在剪纸上 就毛主席万岁 也反映了新时代 农民的一些新的思想 新的情感 比如说 还有 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讲一讲 讲的是小孩 捡到了一分钱 然后交给了警察阿姨 这是非常大家流行的一个歌曲 再往下看看 当时有一个 节日大游行 这什么地方你们觉得 这上海 上海 这个游行队伍这都有什么 有毛主席的那个头像 毛主席的画像 还有什么 国庆的那个字 国庆的那个 就是充满了喜庆的这个气氛 一个新时代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还特别提到 在新时代有许多的大画家 也从事了年画的创作 李克兰画的老种模范游园大会 表现了当时这个老种模范呢 在北海公园游园的一个盛大的场面 张平画的 喜庆临门 江峰画的念书好 要不这些年画呢 都反映了新时代的 新的思想感情 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看了传统的年画 我们又看到了新时代的年画 那么最后我们总结说一说 年画有什么特点 年画第一个特点 年画是一种观念性的绘画 年画的创作是出于观念的 可以说没有观念 就没有这个年画 比方说门选 辟邪 比如说猫蝶同春 比如说猫蝶不贵 都是这样的一些 有观念性的绘画 对年画的欣赏也是观念性的 我并不管一个老头钓大鱼 在陆地上能不能钓出这么一条大鱼来 我并不管 我欣赏的时候 就是连年有用 那么其次呢 就是年画是一种功利性的绘画 所谓功利性就是有用 那么年画的用处 第一是辟邪 第二是祈福 第三条 这个年画呢 是一种民俗活动的一部分 因为年画是过年这种 人造喜庆活动的 这个一部分活动 就是贴年画 最后一点 年画是群体性的活动 因为年画的创作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人 来从事创作 那么对年画的欣赏也是一批一批的农民在欣赏 因此年画很少有个人特性 过去曾经有许多人说 文人画是好的 但是画工画 画的是不好的 但我们经常看 敦煌的壁画也好 年画也好 他们画的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说 无论是皇家画 无论是文人画 和无论是画工画 都是中华民族美术发展的三朵奇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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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